为了纪念世界艾滋病日 乐山基市中心酷邦艺术表演学院音乐厅 日前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近200名医药界演艺界人士 还有社区领袖以及艾滋病慈善组织和志愿者 出席了音乐会 一起来看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宣布 将每年的12月1号设为世界艾滋病日 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与去年一样 即行动起来 向灵艾滋迈 so i can't really say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but that's what we try to do i think this is the largest event in los angeles and i think it is a quite unique event 自1981年世界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现至今短短30余年间艾滋病在全球肆虐流行 目前已有约2500多万人应该病死亡 尽管治疗艾滋病的技术已有一定突破 但普及知识加强预防仍是遏制艾滋病最有效的方式 well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your viewers to know is that here in los angeles like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including in china is that we're really trying to turn the tide on this epidemic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get tested for hiv so they know that they're if they are hiv positive they can take medications that will help keep them alive keep them from getting sick and also very importantly help prevent them from spreading the disease the virus to anyone else that's a very important new bit of information that we want everyone in the world to know is that this is an epidemic we can end with proper treatment prevention and a search for the cure 接下来来关注上周北美电影票房情况以及音乐排行榜 在本周的北美音乐排行榜上冠军歌曲依然是雷哈娜的钻石 这首曲目的两连贯主要会供于它在广播歌曲榜上的好成绩 卡莎的夭折本周从总榜第三名上升至第二名 来自魔力红乐队此前九连贯的歌曲《在一夜》本周从总榜第二名下滑至第三名 此外韩国歌手PSY的人气歌曲《江南style》本周从第七名上升至第五名 并获得了电子音乐飞跃进步奖 在电子音乐榜上《江南style》以229000的下载量从第二名再一次回到榜首位置 吸血鬼题材系列影片目光之城破晓下 上周继续维持强势 凭借1740万美元的进账连续三周把持北美票房霸主地位 这部影片迄今累计票房收入已达2.55亿美元 成为今年以来第五部收入突破2.5亿美元的整数关口的影片 第23部007系列电影《天目坠落》和由好莱坞资深导演斯皮尔伯格监制指导的传记片 林肯分裂北美票房法第二第三名 上周末儿童成长基金会在洛杉矶比佛利山庄举行2012年度假日聚会 即第一届基金会颁奖典礼 该基金会的奖项主旨在表彰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做出榜样的优秀人物 这其中包括了影视界和体育界的明星等等 儿童成长基金会是一家非盈利性机构 通过多种活动帮助问题儿童健康成长 在此次颁奖典礼上 基金会还同时举办了一场拍卖会 所得款项也将用于帮助儿童 2012洛杉矶国际车展上周五正式开幕 全球汽车厂商纷纷携带最新车型亮相汽车展 首次亮相的车型中有22款为全球首发 其余为北美首发 一起去看一看 记者在洛杉矶车展上看到 今年参展的多个厂家推出的多款车型 都带有手机遥控车锁 启动 开窗等技术 加上全球定位与联网及时互动信息 大大提高了汽车控制软件的开发和提高 是汽车未来发展的方向 本次车展吸引了大批观众前去参观 17到12月9号